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今天就來一下 我們的BRO打荒野亂鬥 那昨天的話基本上我們沒有好好 就是來玩到我們這隻角色的各種模式嘛 那現在的話已經是隔天囉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我們的 活動系統應該是都已經修好了吧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雙人生死鬥 來看一下能不能跟隊友打一波好成績喔 有有有 這邊都找到人了 那目前來說因為我們倍數非常非常低啦 所以就... 來試試看 感覺大家都是選這隻欸 然後我昨天有發現就是我們在那個 被追擊的時候啊 因為 可能是他走過來 然後我們剛好就是比較好打到他們 所以我們會有點那個就是 視覺的那種就是感覺 就是我們其實平常在揍的時候啊 沒辦法揍這麼遠的這種感覺 因為我們都是邊揍邊往前的感覺這樣子 其實應該是要那個 我也會跑啊 幹嘛 應該是要那個什麼你知道嗎 應該就是要那個就是 邊後退邊打 邊做一個的時候 他會吃到我們那個拳風啊 所以才會感覺好像打得比較遠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你戰力打的話其實 感覺不是那麼好欸 我覺得他其實這隻角色的話比較厲害 應該是要拉打 拉打跟追擊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喔呦 他們那兩隻 忍者好猛喔 我的天 開座開座開座 太猛了吧 兩隻忍者 我們抱一下下面這隻 水 幹哪好兄弟 那是忍界大戰欸 我的天 忍界大戰欸 來來來 我們有能量藥水 我就看誰比較會忍啊 欸 為什麼他比較強 因為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豬豬比較少嗎 感覺也是有可能欸 我們吃的那個居然還沒辦法直接把門給打死 尷尬了 那我們隊友也是歸歸易卒的喔 沒有問題喔 等我隊友 歸歸易卒了 GOGOGO 哇靠 贏家 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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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力忍力 但是那個十三欸 超誇張的 哇 這個十三真的有夠扯好不好 這我沒辦法 對了 GOGO 我還會隱分生之術欸 嘿嘿嘿 欸 居然搭了一隻法蘭克 怎麼會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突然蹦出一隻法蘭克 你不覺得跟大家很不搭嘎嗎 大家都在用我們就是那個圍巾打架 阿門你蹦出一隻拿槌子的 這感覺就不太好啊 而且感覺因為現在大家都拿到這隻角色 所以這種場感覺就是不太有什麼 不太有什麼電腦你知道嗎 感覺是這樣子 欸不是不是 哥 你是否太過激 不用這麼深蒙海鮮吧 哎呀 完了 欸 我的隊友 分生之術 快打他 水水水水水 分生之術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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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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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快跑快跑快跑 感覺真的是隱分生之術欸 我死掉他就活 我們抓的時間剛剛好好不好 高端操作 快一起打他 水水水水水水 欸不是 這怎麼十個 哇靠 這什麼十個 他們也有 但是他們是不同隊的你知道嗎 笑死我了 萬年老二啊 沒有問題啊 但是真的很好玩 可以先用這個模式來刷點杯 然後我們現在也要解這個雙人模式的任務 而且真的是一開場全部都是這一隻欸 這感覺好像忍者遊戲喔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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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這樣其實有沒有看到 往後拉打 我們的那個過剩機率就很高 你看後拉打 後拉打會會變很長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們在追擊我們的時候的話呢 就是我們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時機 有沒有看到 追擊 追擊的時候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這樣 還追我們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次的話應該要拉打會比較厲害 因為你看拉打的話你看喔 看有沒有他會自己來撞我們的拳風 然後我們可以逃走這樣 所以這隻角色的話 我覺得要點就是往後退邊打吧 感覺打出來的那個威力會比較容易重這樣 你看有沒有看到 後側 然後往後打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樣往後側然後再在那個 再後側打 就沒問題了 所以其實他他他就要吸引別人過來 然後這樣子有沒有看到全封全封 全封 他基本上不太適合就是追擊 他是要後退 側打 往後退然後這樣打 會比較強一點點 腦賣欸 可是這腦賣12是怎樣 不是我怎麼突然死掉了 快走快走快走 你可以的 追他追他 哇哇 小心小心小心 哇靠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再變計車好不好 這就是維基男的戰場嗎 一直開其他角色那邊543幹嘛啦 不要鬧了好不好 不要那邊一直鬧 這邊是我們維基男的戰場 你媽一直玩那種 不是維基男的角色 幹嘛鬼勒 感覺退後的追擊真的是蠻厲害的啊 你看有沒有 退後追擊打的東西很多耶 啊哈哈哈 包他包他 兄弟 但是要小心被他追擊喔 你看有沒有看到 我真的覺得他的那個退後打啊 真的是差很多欸 他退後打的那個傷害跟那個真的是差很多 看到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差的世界無敵多 所以他不適合追擊啊 他要就是細邊過來然後後側打你 這樣會比較OK的 看到看到看到 有沒有看到 後側後側 後側就贏了 我先補血 你去你去 你有藥水 阿他 你怎麼被打死了 欸哥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啊免疫免疫 可是我們這邊的話後側招式真的是蠻厲害的 開飛開飛 爆他爆他 哈哈哈哈 完全沒問題 雖然我們現在在新手場啦但是我覺得 我這樣的判斷是沒有問題的喔 好任務解完再要玩的是 沒有了 居然 好那沒關係我們來玩一下那個 單人荒野生死鬥好了 單人的話感覺我們現在掌握了一階他的那個 退級技巧啊應該可以打出一些好成績喔 他主要來說我真的覺得就是你過去吸引別人然後 讓別人追你的時候有沒有 你再回頭用拳擊 就完全沒問題了好不好 這很重要 因為我昨天就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其實他的拳風的話應該是打完就是定在那邊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沒有辦法那麼的那個 好啦不弄他不弄他 你看啊 你看啊 你看我們拳風 然後不追我們就算了 你要追我們嗎 追我們追我們快快追 快追我們快點快 哎追我們 追我們啊 你看啊你看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拉開就可以打到他他還打不到你 是不是很猛 哎完了這套太近就沒辦法了哈哈哈哈 而且我剛剛應該要 應該要先那個 後跳的啊 我這邊太信任我自己了好不好 哦自以為算了模式很強 結果然後單模式跟洛基一樣 有沒有可惜 又是比特8號 這邊是維基男的戰場 你難道沒有零免費獎勵嗎 你就不需要練這隻角色是不是 啊比特8號 那邊有一個可以收魚翁之力 好啦 他跟我肉表情我就 給他 大師應該要圍剿那隻比特8號啊 他不是自己人哎 各位 我要去喝藥水了 忍忍 我搶藥水哎好猛哦我 藥水強起來 藥水喝起來繼續喝哈哈 狂喝水 啊囉 那邊還有藥水 嗨 想不到吧 飛哦我也會飛啊 不是啊我們兩個都有藥水在怕什麼 先回血 輸我救我快追我 哪邊有藥水啊 他是不是去吃啦 喔在那邊 那你玩啦 好啊 藥水大戰 哈哈兩下直接解決沒有問題喔 還行還行好不好 那我覺得這隻角色的話目前來說就是 呃追擊啊就是後撤追擊好不好 我覺得會比較好打一點點 那大家對他有什麼一些看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最近的話大家都一直在玩這隻角色啦 所以你在 親手去的話應該是還蠻常遇到他 應該蠻有趣的好不好 那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對於我們這隻角色好不好 愛德加的一個看法 然後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分享一下囉 那我是曲片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 拜拜